看看新闻吧 9月25日梁家辉亮相上海街头为某手表品牌站台 为此他还缺席了太极在绍兴举行的发布会 来后捞心的梁家辉坦言其实是想为新电影播一个好彩头 他表示太极和韩战都即将上映 两部电影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都非常的好看 并不担心票房 今天来这本剪彩其实是来取彩 因为快要两部电影要上映 9月27日接着是10月15日两部电影 所以彻底到上海这边来拿一个彩头 希望两部电影上映的时候都会受到观众的喜爱 最近的电影都是以父亲的角色出现 一起合作并饰演儿子的彭女艳在戏外也称呼梁家辉为爹地 梁家辉表示自己昨天也刚去过彭女艳家的餐厅吃饭 两人的感情非常的好 因为我集合了一大班的儿女 而且都是帅哥跟美女 平常在工作的时候都是爹地啊 爸爸老爸爹都不一定那种 所以在平常很享受 那公寓呢 其实现在跟他们都有联系了 比如说今天考春圈的时候 虽然我们各自各在不同的省份或者城市里头跑 但是我们每天还是有在WhatsApp微博上面通讯 所以快过就不将是盖是啥 所以感觉很温暖啊 就是过去那么多年拍戏都没有跟自己的女儿在一起 反正现在最忙的时候就聚了一大群的女儿 看个新网 叶文上海报道